欢迎来到KK音乐 你们都还好吗 我过得很好 今天我很开心 因为新的生命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我每天都在担心和兴奋中 因为身体的变化而过注 我们会照顾好来到我们身边的宝贵生命 希望你们也照顾好生命中 该照顾的事情 保持健康 要开心我 从孙一珍的配文中 网友可以感受到 孙一珍对于新生命到来的喜悦和兴奋 他非常期待这个小生命的到来 据悉 孙一珍和玄冰早在2018年底 已经被爆出在一起的绯闻 当时两人被拍到一起同逛超市 看起来十分亲密 照片被曝光后 两人都是极力否认恋情 而双方的经纪人 给出的解释是 有公司代表一起在谈业务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他们是真的在恋爱了 孙一珍和玄冰 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公开 究其原因是因为韩国艺人 非常介意公开恋情 又加上韩国经纪公司非常苛刻 所以对于艺人公开恋情 几乎是禁止的 三年后 也就是2021年1月1日 玄冰与孙一珍所在的经纪公司 才统一官宣两人的恋情 才官宣恋情后的八个月 玄冰便发文宣布和孙一珍结婚 不明就里的人肯定会认为 仅仅谈了八个月 就仓促结婚了吗 其实依考古 就会发现他们早已经相恋了三年 或许公布恋情 是因为双方都确定了 彼此会是未来的另一半 这才对世人做的一种宣言 说起孙一珍和玄冰 他们在韩国娱乐圈 也算是数一数二的顶流明星 孙一珍 号称是韩国的天然型美女 她那双迷人的大眼睛 一笑起来 就会变成好看的月牙 那些年 孙一珍给观众带来了 《假如爱有天意》 《夏日香气》 《现在去见你》 《爱的迫降》等经典影视作品 她清新的气质 自然的演技 更是深受观众喜爱 但她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 却偏偏要凭实力说话 孙一珍先后凭借恋爱时代的《缘好》 妻子结婚了的人雅 海盗中的如月和没有秘密的金颜红 拿下了多个事后和影后 不仅如此 基本上有她领衔主演的电影 基本上是叫好又叫做 俨然是票房号召力的保证 而孙一珍用自己的实力 摆脱了花瓶的称号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女演员 至于玄斌 相信喜欢看韩剧的朋友 一定知道她 身高185 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的她 用著花美男般的容颜 2005年6月 一部《我叫金三顺》 让玄斌饰演的傲慢型社长 玄振轩 火遍亚洲 该剧的最高收视率 一度高达50.5% 玄斌也凭借这部剧 一炮而红 之后 一步步秘密花园 爱的迫降 晚秋 逆云播出 让这个帅气小生 逐渐成长成为了实力派 比起孙一珍感情上的空白 玄斌这个大帅哥 一共和宋慧桥 江苏拉这两位大美女 谈过恋爱 最终兜兜转转 才和同龄的孙一珍喜结怜礼 网友自从知道 他们在一起后 几乎全网都在刻他们的恋情 因为 这两人看起来实在太般配了 颜值高 笑起来的弧度 都是如此相似 他们每次同框 都有不少网友感叹 这才是童话里走出来的爱情范本 婚后 孙一珍的怀孕 更让网友们纷纷期待他们的孩子 快点到来 不少网友表示 两人颜值如此之高 胜出的孩子 也绝对差不了 在此 也真诚地祝福玄冰和孙一珍 这位神仙般的眷侣 能够长长久久 在此